这里就是京都的鸦川 京都鸦川的对面就四条是吧 然后再往前走 就是花间小镜可以去看 一季 这鸦川确实有鸭子 来拉近点给大家看看 有鸭子 很多人在这拍照 整个桥上还是行人匆匆 这个饭店还挺不错的 面对鸦川 你看这上面 可以啊 你看那边有红叶已经红了 鸭川的红叶 哇 这鸭村还是挺漂亮的 很多鸭子 这两边的店不知道是不是吃鸭子了 对 我们说我们不吃鸭子 走 这个就是到了 金板电车的底原四条站 我就坐这个金板电车可以去大阪 就是去大阪 然后我们现在四条大桥 应该过马路吧 照一照一照鸭村 鸭村 刚才的鸭子飞到那去了 你看这镜头很漂亮 夏天这个两岸都 躺着很多人了 乘凉 都有很多足踏 乘凉 现在没有了 不过这个中国农村这种河多的是 看看 太阳 那是 看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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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是 看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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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建筑还挺有特色 又有这个冰激凌了 看看有吗 没有量 我想吃这个抹茶的 160我有钱 我有很多分剧 我们来买一个抹茶冰激凌 掉什么东西掉了 一百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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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六十 这个是 这个是多少钱 这个是多少钱 五块钱 这都是十块 一块 一块 你别动啊 一 十 二十 三十 四十 五十 好 冰激凌出来了 地上很等 哎呀 就那么小一个抹茶冰激凌 这里就是 底缘的这个花间小镜 是专门说是看一季的 哎呀来了来了 已经有穿和服的走过来了 我们就这样往前拍了 我们就这样往前拍 这是一个咖啡店 还没开张 你看 你看 已经看到一个了 那大清早 一季可能都没睡醒了 他们说 他们说有电 也可以去穿这个和服 我穿了我也不会走路 嗯 这有很多演出 啊 这个有演出 哇 这太好看了吧 这些房子很好看 我觉得我们来早了 什么都没开门 也没法拍 哎呀 其实现在已经八点多了 这花间小巷 花间小路上也没有什么人 都很漂亮 这些可以吃茶的 但现在也没开门 吃不了茶 哎 张军 这是一个茶屋 可以看看它 看没看 哦 你看 他这是穿日本和服 啥都没看 我们怎么办 就一直往前走 这里是花间小路 啊 这里是花间小路 现在早晨 很多人家都没有开门 刚刚开始打扫卫生 啊 一击都还没有出来 我们来 我们来看看 这一条 都是这样小小的街景 继续往前走 也有 也有汽车 就是永乐屋 这就是介绍 这个花间小路 花间小路 这边都是主要来看一击的 这是在介绍正在修的这个 底缘甲部的这个歌舞练场 你看 你看 修建了 它会修建成 原来的样子 要重新修缮 过去的样子 哇 这个 偶然在花间小路走到底 进入的一个寺庙 像个公园一样 这里枫叶真是太美了 我来 带大家看看枫叶 看这一树枫叶 这是标准的日本枫叶 然后 这条小路 这条 一直走过去 典型的 日本寺庙的这种庭院 看枫叶 还有鸟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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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去看看 不过这个寺庙 公园很漂亮 但寺庙其实 没 没什么人气 也没有 来的游客 那我就是喜欢这个丰树 火红的丰树 在这边 也有点 那我来说 我来说 我来说 你怎么会 那我来说 我来说 那我来说 我来说 這棵風水很漂亮 哇,太美了 地上也是 我會給你包一頓餅 你給我包一頓餅 我可以包一頓餅 小餅 你們在這裡 你出現了 我給你包一頓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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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恢復 A-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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 在車中海中都買了 寝る 5時ま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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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